接下来我们来跟哥哥和弟弟一起讲的是温馨的提卡加贼第二集 寻找岳浦历险记 寻找岳浦历险记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那我们现在先来就是先启动这个点读的功能 寻找岳浦历险记 对我先暂停一下因为我不想让他讲 我想要自己自己跟哥哥和弟弟一起讲 要不然他会自己会讲完整个故事 姐姐和提卡很早就起床练习乐器 这是他们每天最期待的事情 姐姐弹着钢琴提卡在旁边唱着歌 有好多张出去的 对那乐谱是很多张 为什么他们只有那个只要当一个人 对为什么我也觉得奇怪 正当他们沉浸在这快乐的气氛时 突然一阵风吹进了屋里 把钢琴的乐谱吹走了 提卡和姐姐就赶紧吹了出去 这是姐姐唱歌是不是 没有提卡在唱歌和姐姐弹钢琴 好好听好提卡唱歌 他们唱的是法文的歌 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这是书伯特的《尊羽五重奏》 这边都有写 然后呢 他们遇见在屋外玩耍的欢兄弟 兄弟俩一边敲着木琴 一边快乐的跑着 好 那我们来听听看木琴的声音 然后呢 他就说 他们很开心的在跑嘛 结果那个提卡姐姐就问他说 哈喽 请问你们有看到一张乐谱吗 抱歉 因为木琴的音乐太好听 所以我们没注意到 是否有乐谱飞过去 然后提卡就说 姐姐 没关系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他的 他每一个人都讲不同的话 你看他会说 抱歉 因为木琴的音乐太好听 所以我们没注意到 是否有乐谱飞过去 他是什么 对 他是他 他会就敲通木琴而已 然后绿油油的草地上 晚熊家族悠闲的听着 中提琴拉出的旋律 在河边洗着脸 相互搓着背 你来听听看 这又管耶 是吸脸的声音 吸脸的声音 然后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拉中提琴的声音哦 有点像小提琴 可是他的声音稍微低一点 看他在拉高哟 对他露出他肚子 因为他在洗澡 然后姐姐就问咯 姐姐问说 你们好 请问 你们有看到一张月谷飞过来吗 那个 然后他说什么 抱歉小朋友 因为我们在洗脸 洗脸的肥皂水 会让眼睛不舒服 所以我们一直闭着眼睛 看不到任何东西 可是他没有在洗脸吗 但我怎么在闭着眼睛 对 因为他拉小提琴的时候 他很享受 所以他也只是闭着眼睛 然后提琴就说 不要沮丧姐姐 我们不会找到他的 提琴就安慰姐姐叫他不要难过 他们沿路走着 已经到了中午 刺蝟爸爸吹着低音馆 可爱的小刺蝟们 开心的吃着餐点 一家人正在草地上享受着音乐野餐 我们听听看低音馆 应该是披萨吧 是不是披萨 不是 哦不是 是虫虫大餐 因为他们最喜欢吃虫虫了 虫虫派 蓝莓塔 因为他桌子跟蓝莓塔 可是可能长得不像 你们听听看 这是低音馆 然后他就说 快来吃一块蓝莓塔吧 然后他看到里面有虫虫 他很怕 谢谢你们的好意 但是我现在有更重要的是 要找到我的乐谱 不用担心 所有东西 只要没被我吃掉 就一定找得到哦 然后他就说太好了 乐谱还在 他说什么呢 他在喝东西吃东西 他看到虫虫 对 他看到虫 他的脸就皱起来了 好 他们轻轻的爬到树上 噓 不要出声音 是什么呢 是你好太太 正谈的树情哦 哄着小宝宝睡觉 他们听着听着 也觉得疲累了 他在睡觉 对小宝宝都在睡觉 他们的贝贝死 他们的贝贝是什么东西 你看 小宝宝的杯子是什么东西 是树叶 是树叶 然后在轻柔渠调的陪伴下 睡了午觉 睡觉起来 他们走到树梢上看 姐姐 你看到洞穴了吗 我们可以去看看 也许 也许风呢 把乐谱吹到那里 他走到洞穴口的时候 他们两个开始有点害怕咯 我们来听听看 哦 洞里一片漆黑 听不到任何声音 突然 耳边响起低音曲 曲调的音乐 那个 那个 鸡鸡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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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棕熊和他那只闪闪发亮的低音号 刚才我们听到那只低音号 那棕熊就开心的跟他们打招呼咯 说什么 我早上都在练习乐器 没看到乐谱飞进来 抱歉 哦对我应该是先点这个 请问 你有捡到吗 对他们说 那个 害我的乐谱飞走了 我们一直在找他 请问你有捡到吗 然后棕熊就说 我早上都在练习乐器 没有看到他飞进来哦 然后就 离洞穴不远的地方 兔子和朋友们正在开派对 烫婆婆 对 什么呢 这是蒲公英 就是烫婆婆 对不对 然后他们兔子们手拉手 吹着短笛 跳着有趣的舞蹈 Tika和姐姐也被欢乐的气氛 感染的跳起舞来 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短笛的声音 好听耶 你跳舞 跳舞 呵呵呵 哥哥你在帮弟弟跳 哥哥在干嘛 好 然后姐姐就突然想到说 啊 Tika我们还是赶快出发 在天黑前找到乐普吧 因为他本来好开心 跟他们一起跳舞 所以就想到赶快出发咯 他们走到森林里 狐狸爷爷和他的孙子在玩游戏 好 他就说小狐狸 小狐狸们准备好了吗 他一起跳舞 他就要躲起来喔 这些都是小狐狸 对不对 他已经会看到了 对 他已经尾巴露出了 露出狐狸尾巴 然后呢 他就说 狐狸爷爷很抱歉 打扰你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张乐普呢 看来乐普也在跟你们 躲完躲猫猫呢 快去找他吧 我没有看到 然后姐姐就说Tika 我们回家吧 我想我们永远都找不到乐普的 诶 等等你听 远方传来的音乐 应该快找到乐普了 跟我走 是什么音乐呢 他们 他们循着音乐传来的方向 从远方就看到土拨鼠妹妹 独自在吹着丹簧管 土拨鼠妹妹你好 请问你在吹奏什么乐曲呢 我在森林里捡到一张乐普 在试着吹奏呢 这个弄完 可以用这个 可以 你听过这首乐曲吗 当然啊 这是我们弄丢的乐普 是一首双人合奏曲 提卡负责唱歌 而我弹钢琴伴奏 然后这个土拨鼠妹妹就说 我也很想加入你们 但是这首乐曲好像不适合 没关系 跟我走 土拨鼠妹妹我也有办法让你加入 然后结果他们就怎么样 大家的音乐 对我们来听听看 在皎洁的月光下 森林里的空地 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这首歌叫做什么呢 玻璃路舞曲 然后大家都带着自己的乐趣 来一起共襄盛举 对 这是一首可以很多人一起 演合奏的乐曲 对 然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好听又温馨的乐曲 这就是狐狸爷爷的什么 你没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 法国号 好听 他有一些人不会弹的就坐在这边当观众 就是玻璃路舞曲 到最后 观众就是要看表演的人 他是爷爷 对他是爷爷 然后呢 这后面就有介绍每一个曾经出场的音乐家 有提卡 他是唱歌的 然后姐姐弹钢琴 欢是 慕琴 他每一个点下去他都会有不同的音乐 就是他们在里面演奏的 然后 假如你没有点嘟笔的话 你用手机耍QR Code 也可以听到这个音档 好 这就是很好听的 寻找乐普利显记 那音乐都很长 那我们就在这个音乐声中跟大家说 拜拜吧 拜拜